一万卡图园 一名文章的白宫深喉而感到愤怒异常甚至被认为已经无心理症其支持率也暴跌至36%有媒体突出就连特朗普的女儿一万卡都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父亲会遭到弹劾据美国名利场网站报道9月13日美国知名记者伍德沃德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入主白宫上市首日的销量就已超过75万册 并正在第九次重印书中揭露了特朗普政府众多内幕以及特朗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表现引发不小争议而站在风口朗尖的特朗普更是连连指责伍德沃德捏造了他和其他人的发言指责他是个骗子而他写的书就是个笑话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还对自己的前经济顾问加里科恩等人与这本书作者间的明显合作感到愤怒 相比这本新书的爆料特朗普更加愤怒的是有白宫高官在纽约时报上匿名撰写评论痛骂自己一事 名利场的记者谢尔曼进一步披露衬有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前饱受此事困扰陷入困境并且因怀疑泄逆 这还在他的身边而吓得不轻他的儿子小特朗普被曝曾告知身边人他担心父亲会因此而无法入睡 美国水星新闻网则称特朗普最近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治理国家 而是对那些在新书上和伍德沃德进行合作的人发起攻击并找出撰写匿名评论的内鬼究竟是谁 一位接近特朗普的白宫顾问衬特朗普正在指示助手们在公开场合称 这位匿名者魏诺夫通过对其进行羞辱以希望对方会在压力下打破沉默 美国总统特朗普图源文章还指出特朗普认为自己经历的事情意味着有一场政变 一位前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就关系紧张 而现在他们几乎已经毫无联系 而这位美国总统除了信任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外 唯一信任的就是家人女儿伊万亚以及女婿库什纳了 这意味着他的女儿女婿已经承担起了包括包括找到白宫内鬼 以及控制危机的各种责任 而鉴于白宫当前的混乱状态 一位接近这位第一女儿的消息人士也透露 就连伊万亚也在担心自己的父亲会被弹劾一事 CNN在本周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8月份的42%降至36% 只有32%的受访者认为他是诚实且值得信赖的 同一天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称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8% 相比前一个月的41%有所下降 这份调查还指出 55%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不适合当总统 6%的人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 还有42%的受访者认为他精神并不稳定 海外网张尼 中文字幕杨阳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